這是群運會的女子射箭賽 曾經在2004年雅典奧運奪殺銅牌的 袁淑琦 這回代表男投獻出戰 目前是排名第三 不過他坦承 2008年北新奧運失利 帶給自己很大的陰影還有壓力 不過這次要力爭上游表現的好成績 不過他也說 這次其實場上看得出來 女神射手真的變多了 射箭選手一字排開 競技場上屏住呼吸 瞄準目標 每一件都要命中紅心 正穿黑色上衣白色長褲 2004年雅典奧運奪下銅牌的 射箭選手袁淑琦 逃去了奧運奪牌的光環 這一次他代表男投出賽 今天其實狀況 其實沒有說恢復自己以往的水準 那畢竟今天是對抗賽 那我對對抗賽 其實自己還信心 還沒有像以前 08年北京奧運之前那麼高漲 北京奧運失利 帶著失敗的教訓 袁淑琦坦言 現在拿起弓箭 但內心的壓力和陰影還在 去年真的是帶給自己太大的打擊了 那現在經過一年兩個月 自己還在摸索那之間的平衡 袁淑琦從32名選手當中脫穎而出 順利晉級八強 資格賽排名暫時落後的第三位 不過在射箭場上 他也看見神射手真的變多了 吳慧如啊 林曉音啊 譚雅婷啊 其實國內女生進步超多的 我要現在講可能排名的前20都算了 對 因為國內女生其實後面以前可能說 缺一隻或缺幾隻這樣子 現在大家都大家都擠上來了這樣子 全運會女子射箭項目奧運奪牌的運動明星上場應戰 也看見更多的選手一起拉弓射箭 瞄準奪牌夢想 中間媳婦陳思源台中採訪報導